好的,你可以看到我今天的每日挑战是以收集的收藏品六分之五 还差一个就往上了 这个是非常适合刷镜条的 那么呢,今天的分享的这个方法和以前的方法是一样的 都是通过无限重置每日挑战来达到今天的目的 那么呢,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卡牌旁边 打开菜单,快速加入,故事录用待命 然后数个两秒,一秒,两秒 然后再把它拉起来 拉起来之后呢,它会转到一个界面 然后呢,当它转到第二个界面的时候就把缓信就好了 那么呢,我录这期视频的目的呢 也是我简化了一个流程 你可以看到我上期视频的是通过软件系统界面来断网的 那么呢,这次呢,我是直接把网线断网的 就是在这个界面把网线 之前呢,我是通过软件系统啊 这样浪费一点时间 把网线的话,效率会高很多 那么当你重新插上网线之后呢 再重新上网啊 重新联网之后呢,回到地图上 然后又可以重新收集东西了 而且你的每日挑战的还是六分之五的状态 然后呢,还可以继续重复的刷镜条 是不是很爽 那么呢,接下来呢,就是实况了啊 给你们看一下我是怎么刷镜条的 哦,对了,顺便一提 我录制的时候忘记开系统声音了 所以说啊,这期视频是五声的 我不要上咨评了 ¥1 2 3 3 3 2 3 5 5 3 3 7 7 7 6 7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